最常遇到的就是被浪帶走 對 你怎麼游 怎麼放 東西其實都是回不來 因為浪會一直把你拉 會一直拉 所以我們自救的功能的話 通常的話都是身上的衣物 像有一些人可能是釣魚的 有些人在岸邊釣魚 可能釣一釣 有一個大浪打過來 他就被衝走 對 對 或是被風吹的 然後不小心跌倒 也被浪拉走 對 沒有 他們釣一釣魚 在那邊插豆 插一探 你釣比較多 會這樣 會 會釣課 然後像我們一般的話 一般人出去 大致上都是穿牛仔褲 比較多 然後像我們的話 重 對 像我們的話 如果在水裡面海邊自救的話 牛仔褲的話我們就是 服務 對 會可以變成一個 你的自救工具 把它脫掉 對 我就跟剛剛你說脫衣服吧 對 它要打結 對 然後還要打結 要把就是 褲管這個地方 會通風的地方 會排一些風的地方 要把它打結 對 打完之後 把它套起來 就是像救生圈一樣 套起來之後 我們的褲子是褲頭 不是一個很大的圈 它沒有辦法綁 所以我們要在水面 手在水面上 把氣全部打到褲子裡面去 打完之後 順勢拉緊 然後壓著 然後輕輕拉 胸前這邊就會脹氣 就會變成一個氣堂 對 就會變一個氣堂 這個情況是發生在 妳真的已經在外海了 就是講自救的部分 對啊 我根本沒辦法自救好不好 根本沒辦法自救 對 他們這種完全沒有水性 對 但是其實救人的話 其實他我們在訓練的當中 其實他不會是要 徒手去救是下下策 就是最好是妳身邊 有像這樣的器具或是什麼的時候 其實是先拋給他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 是在泳池比較多 可能跟阿米他們在 撈死的那竿子就排在那裡 對 就像剛剛用到的這樣 或是小孩偶脫的這樣 那就是什麼 脫了就回來 可能就是丟浮板什麼的其實 因為其實在泳池上 你就是不要緊張 站起來其實就可以了 那大部分就是 剛剛他講的是清醒的狀態 那可能會有是已經昏迷的 然後或者是他丟給他 但是他完全抓不到 他還是非常的緊張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兩種的方式 像是可能需要做一下動作 就是我請那個 可以嗎 督教授 督教授 就是 舉那麼難念的名字 可能會有兩種 就是假設他現在是 昏迷的狀態下 溺水的狀態下的時候 我們是會過去 對 可能頭朝下 因為他是曾經放鬆的狀態 我們會一次抓他的這隻手 然後讓他轉身 然後就是牽絲 對 脫餓 然後頂背 然後再扣住這邊之後 游回去岸邊 對 這是第一個 這已經昏的 這是昏的 那還清醒的呢 還清醒 如果他是清醒 但是無力的 你就可以跟他溝通說 可能我們會帶東西出去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溝通說 你還OK 還溝通 因為他冷靜 他只是無力 就是可能掙扎到無力的 那當他醒來游不回去的時候 這時候就可以跟他講說 那他還OK嗎 然後就一樣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拖回去 那剛剛Luca碰到那個 那個大媽 你不要救我 你就不要救我 就是如果他是非常 對 有一個是打暈 然後如果他是掙扎 非常嚴重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是可能講說 會讓他知道我們在 又要來救他 但是我會潛下去 然後游到他後面 然後跟他講說 不要緊張 我來救你 然後因為女生比較沒有力 所以我們會扣住這裡 然後一樣這樣子往游回去 潛下去救他 對 然後就是 因為要從他後面 因為他從前面 然後他會抱住你 然後抱住你的話 其實你完全無力可以救他 所以就會到後面 然後扣住他 那男生可能會 萬一你這樣 你游到我後面 從前面 有一個狀況 你要潛下去游我 起來 游到這邊 妳幹嘛 我去哪裡 我這個誇張 你游到我前面 不會... 因為他... 就出了一隻轉身 對 然後他游到他前面這樣 因為他會有安全感 要看到臉 你也不要在後面 這整個嚇到 我可能嚇到會嚇到 嚇到人家 突然間轉過來 就... 轉過來 有了 不要再潛下去 對 我是想說 也是有可能的 對 已經想到 他就有安全感 他說你在哪裡 我看到你 他很緊張 早上很緊張 不會這樣 然後有一個情操 類似他們想要做這個環境 然後幫助這個社會 你今天學到你多 我剛才把這個專案